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是舊曆的8月16日 最月 假期開始 很多地方都休息 肥坤早上12點 出來找食 吃完東西先去逛街 來到提東馬路 與沙梨頭街街的得妓 因為澳門假期 很多食店都休息 今天找到得妓 朋友介紹 說好東西 價錢不想它 不看它 坐下叫食物 看看行不行 看餐牌 點心的款式 不是太多 但是價錢 比外面貴一點 給茶檔 叫了食物 叫了叉燒包 真的很大 雖然貴一點 但是很大 很大堆頭 吃不完 吃不完 今天我們兩個人 和家人在一起 吃一個包 已經完成了 還叫了幾樣東西 叉燒包的餡料都不錯 很多叉燒大堆頭 包皮都不錯 接下來這個是煎蘿蔔糕 也是很大件 很大件 很香口 熱辣辣出爐 裡面很多蘿蔔絲 這個也是剛剛出爐 炸起 即叫即做 很脆 嘴唇 偏淡一點 對 口味 到處都爆棚了 喝茶 沒辦法 不論 飲食 茶餐廳 咖啡 檔 今天很多地方都休息 所以找到地方吃東西 已經算好 很精彩 不同 外面 外面景點 地區很多都開 但是 就跟別人逼 要 因為很多國內的朋友 很多香港的朋友 假期過了來澳門玩 聽聽電台已經是人山人海 當我做片的時候 已經聽到人潮管制 人潮管制 喝完茶 走過來 海邊新街 這裡是工人航空樓館 馬路上都幾靜 人少 車少 希望 十月初五街 多幾個人走 剛才說 喝茶那裏是一百二十幾元 幾樣東西 不過 幾大堆頭 看這條排骨 等於平時 人家的碟半 味道都算幾好的 不錯 一百二十幾元 不要說價錢 今天 到處都貴的 加幾 我們走十月初五街 食的地方 很多朋友去找食 馬路上今天是浪費 三十四度 正午 現在的時間是十二點半 肥坤都要選一些陰 這個地方 假期開始 朋友陸續來澳門玩 長假期 逼爆澳門 可以說 旺埋一邊 應該最旺是 淡仔的那些 升級酒店 商場食街 間中 澳門的橫街 窄巷都會流到進來 十月初五街都不例外 在路面上 都見到很多 自由行 來舊區找食 留心看看 今天是假期的開始 很多店舖都關了門 很多都關了門 今天 最少休息兩天 今天是中秋 翌日 明天是十一 最少休兩天 大假期 如果是 寫字樓那些 休足五天 是 來到十月初五街 中型 這對沙蘭仔 黃之記 這裏都爆 中區的 泵水池的 黃之記 都肯定爆到 寫了 聽到朋友說 外面已經是 人山人海 今天肥坤 在竊區地方走走走走 昨天星期五 澳門的景點 福隆新街 就是以前的花街 就成為一條迷你的暴行街 有朋友說挺漂亮的 可惜很多店鋪都關了門 肥坤又走過去八下 由十月初五街一路走過去 很多舊鋪都開了門 很多店鋪都關了門 自己店鋪沒有聘請伙計的 很多都開店 很多都開店 自己生意 做得多少 有聘請伙計的多數都休息 這裏是十月初五街中段 今天品芳也休息 賣餅很多過元節 就休息了 做完八月節 有些就八月十三十四已經停止售餅 不賣的了 賣不完都不賣的了 但是今年時間澳門很多餅店都賣 還有很多月餅 大量供應 這裏是 兆基雅尿店 旁邊是南平 南平也休息了 正常休息 我們走出去 看公廟 今天真的很浪費 今天真的很浪費 沒有走一輪 十月初五街 也有很多新的店鋪 開了 不覺眼就開了 好 應該市道好 有人走就有客 來到這裏 舊鋪 賣茶葉 以前這一區有很多賣煙絲 熟煙 以前澳門的人很喜歡吃水桶煙的 有很多阿伯阿叔 卷煙食 當今年的年代 應該很少人 卷煙 水桶煙都很少見到 去大陸經常見 當年 八月節 十月初五街 這一區就很旺 很多人出來辦貨 買東西 尤其是 尤其是 還有出一點點 很多餅 加餅店 當時到處都是餅店 買手信 又有蟹賣 很密集的 賣餅 差不多一間 隔一間就有了 這個時候 我們最興奮 晚上一刻出來 看牌樓 看燈飾 因為以前 八月節的牌樓 公仔會動 會動 斬斬斬斬斬斬 當時見到都很興奮 很棒的 每個人都喜歡走新馬路 出到來大龍鳳 休息 以前灌籃 就做了客棧 記得這條行 以前有香肉食 很美味的 又有打邊爐 一盒一盒賣 當年這裏還有一個書仔當 租小說 這裏以前還是一間銀行 好像是廣東銀行 蘭香角 東亞酒店 現在都爆了 開一間 爆一間 很多人來 近住中區 這些酒店 多數都爆了 不論新 舊的兩星級 我們出到來十月初五街 新馬路 這一段都開始多人回 新馬路 沒有以前那麼靜 看下行人路都是疏疏落落 馬路上就沒有早前那麼多巴士 可能到處都休息 可能這段的新馬路都是比較靜一點 可能要到新中央那邊才人多 那樣看 車少人少 今天我們轉過去 去福隆新街 看一看一看 那條迷你 暴行街 看一看 那些特色的東西 看一看 政府和那些大酒店 和他們辦到 怎樣 美不美 那些大酒店 暴行街 福隆新街 那條花街 是由永利 贊助協辦的 以前這裏一辣都是餅店 那些燈都會移動的 還有公仔 到處都賣月餅 以前的老字號都不見了 這段的巨機都疏疏落落 這裏新馬路巨機 我們轉進去清平直街 進去裏面看一看 因為這個路口就是清平直街 當年清平直街 還有很多檔口 賣金筆 打火機 拆了之後 招牌還有 福記 當年很多朋友都喜歡買一支筆 或者買一個碉盆 防身的 以前叫碼頭 沒有錢用就找二叔工搞定 又有錢用 買一支派克 碉盆 進去到清平直街 這裏都開了幾間食店 這裏就地搞定 中午餐飯就在馬路邊搞定 這裏是以前的高星高華酒店 這裏就是大三園竹舖 下一點就是李康記 中午有開的大三園竹舖 古色古香 很多人光顧 雖然說話一點 很多人都聽到他的名字 想光顧 我們走一下福龍新街 這裏是巨記的總舖 這裏有幾個客人 由於天氣熱 梳梳落落 高星高華 以前是高星 高星以前是酒家 很多人結婚擺酒 擺生日酒 酒 開冷了路牌 有時候有固寒 雨雲 佛烤樓 中午的飯市都坐滿 可能是日後人比較疏 夜晚要打燈 燈是比較漂亮的 因為都掛滿了燈 仍然很多店鋪關了門 想活化真是幾辛苦 這些已經關了門很久 除非真的全部收購了 打造一條商業街 如果不是做得漂亮的店鋪全部關門 只有造字 路中心還有很多小款當攤 離開當 接近一點 今天龍鳳餅家都不用排隊 這條街很熱 所以今天人比較少 旁邊收熱 可能會有更多人 那些攤檔 現在才開始開當 昨天下午 開張 在這裏 晚上都幾火爆 還有電視台來採訪 聖一新市坑 暴行街 迷你認識 那些店鋪 不開 都是白做的 這裏 是 主辦單位 永利的攤檔 買什麼 黑毛豬 飛片 然後 喝紅酒 應該不是試食這麼簡單 要光顧的 有個價錢牌 永利 贊助相思一 又有澳門品牌的啤酒 賣酒賣黑毛豬 應該是送紅酒 挺好的 薄薄的 有些朋友吃過沒有 生吃 黑毛豬 火腿 切到薄薄一薄一片片 來到福榮里路口 上面是吃刺 今天都好像不用怎麼排隊 可能休息 可能休息 很多朋友吃過 有在這裏打卡 真是很曬 肥君都要找些陰的地方 逛逛 這些行 福榮里都要活化 每人到的行 對冰 可能 各自各企光 開始 站在路口那裏 我們回到大街 這裏都開了很多鋪 那裏 我都幾跟它塌 這裏一辣都是鋪 熔熔爛爛 但是它門面 裝修得很漂亮 開了很多檔口 走出來這裏 以前是金壁 娛樂場樓上吊樓的 後期就改了麻雀館 現在就結業了 出到大街 永利 永利又有個 花的花槽 在這裏 一個球形 蠻美麗的 日頭就一般 晚上就著一燈 會好些 這幾天 不用介紹都很旺的了 這些景點 周圍都人山人海 尤其是食店 好不好吃都坐滿了 找吃艱難 人多 這個小時 可能是去完 酒店裏面 有冷氣 涼爽 行行商場 出街又比較人少 熱辣辣 原路上都放了很多兔子 在這裏 原路上都放了很多兔子 好像是單調了些 檔口不夠多 我們出回新馬路 看到新中央 綠色的布 已經差不多了 拆開了 就看到裡面 那些布 都捲起了 期望他們早些開張 建造幾間大酒樓 在這裏 真是以前 比現在 說酒樓 現在酒樓真的很少 這裏是華僑銀行的巴士站 現在進來澳門 是多 酒的暫時都很少 很多車都是吉車 我們下一集再見 請大家